即时新闻综合报导有意争取民进党内提名角逐台北市长的姚文智 近日推出首支3D政策影片翻转西区Skyline主打透过都市再生连结水岸改造 活用公办斗动并以容积全部免计作为公共设施规划又应加上民间资源 恢复西区风华影片上线至今累计已突破40万人次点阅初期 脸书粉专姚文智翻台北表示 影片发布一周以来脸书与YouTube的点阅语触及总计已迫40万人次浏览 由此可知多数北市民期待候选人端出政策牛肉与看见希望蓝图 姚文智透露这支短片结合政策发想与设计创意将公办都更和水岸整合起来 创造Skyline计划文字行诸与影像表面上很炫 但背后却是无数次实地探勘与政策激荡 同时考量资源预算其成规划和可行性透过3D模拟动画 让市民意见未来真实情况 据悉姚文智计划在淮河北路新建跨堤跨路的空中走廊 圆弧不规则加上穿透式设计 让这条路不会沦为黑暗隧道 另外三楼九米高的堤房将设计建筑群摆 拉高水岸景观平台九名以下可作为公共使用 并于交叉入口设置无障碍设施等 大家一起翻转城市 让台北成为真正国家首都 姚文智也在文末感谢大家 对影片的关注承诺后续会再寄出多项政策 让人了解他对台北的理想与愿景 网友表示40万很多吗 一个礼拜40万是蛮厉害的 能换成选票再来嘴 至少算是准备最足的 所以是选上了吗 看看粉丝团人数 不知道怎么算的 还蛮有创意的 效益评估如何